好來喔 我們的鄉親時代 在去出門上班上口做運動 應該有冰陷感受到 天氣煩比較涼了 二十四這季 今天來到白樓 表示這個規則進入到秋天 今天早上上級溫 在廟錄 十六度白 帶來渣岩偏涼 鄉親就要注意 幾乎一頓斤 五湯氣減到 如果這個秋天要怎麼吃雪 中醫師說白樓這個漬氣 空氣變得比較濃 我們叫做秋色 空氣中的溝度 如果太乾 會影響到我們的尾燈 給予規則 所以要注意保濕 適合吃這個白色養肥的食物 像這個山油漬 像這個水賴 頂頂 都可以煮鹽解鎖 如果一些辣的 比較冷的 一些海鮮 魚 蝦子 比較不要吃了 天氣變得涼冷 再去出門 有很多人都穿外套 今天這是世界區裡面的白樓 那就是白眉比較涼冷 最近剛才冷變成白樓 這是前方的秋天形態 暫 運差比較大 早上級溫時廟錄的十六點八度 禮拜二 禮拜三的溫度 又會再逐步的回升上來 禮拜一 禮拜二相對是比較穩定 各地大致是多雲到勤 只有在東部 東南部 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氣象叫鐵齊說明天後日 是有重風的影響 華連台東地區 稍後出現極度的准暴 拜市開始 全台灣都有可能入准暴 白樓表示秋天到了 如果要怎麼吃飽比較好 中醫師說秋天適合 減肥潤素 既然白色的東西可以湧起來 像來了白菜 鼓勵菜 山油漬丁丁 這都可以煮鹽解素 最快要緊的是 早安要穿的收 才不會去感到